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维就是天龙八部里面那种扫地僧 他根本就不管江湖中的事 但是他一旦出手就会震惊整个江湖 凭借丰厚的诗词储备量 一路从百人团杀出虫眉 我的答案是鸟鸣三更幽 葡萄梅酒夜光杯 劝军吸取少年时 雷海维能够击败百人团的多少选手 十一人 二十一人 三十人 决赛那台上 他的表现更是让人嘖嘖撑起 何当共进西窗族 缺化八三夜雨时 我就奇怪 他怎么猜出来的呢 我觉得那简直是不可思议 我只是画了一个VR 窗里头开始做了一个人 我还什么都没画 请根据所描述的线索 说出一个词人的外号 他自称是贺之章的后代 雷海维 贺梅子 答对了 说什么了 他要干什么 小宇宙爆发了 小宇宙爆发了 中国诗词大会 第三季的冠军已经产生了 他就是雷海维 谢谢 谢谢大家 然而 荣耀背后 他只是中国几百万 外卖小歌中普通的一员 因为从小热爱诗词 雷海维每天身边除了外卖 只有一本唐诗三百首 我平时的工作就是送外卖 送外卖的过程当中的话 我会利用那个等餐 或者休息的空闲时间 把之前背过的诗 再翻出来再背诵一篇 我一有空就跑到书店里去看书 看到自己喜欢的诗词 就当场把它背下来 日复一日 这位平凡的外卖小歌 脑袋里装下了千余首古诗 世事繁华 而他选择了一个诗艺人生 其实生活不灵 只有眼前的忙碌 还应该有诗和缘放 雷海维在夺冠时曾这样说 千涛万路 虽辛苦 催尽狂煞死到今 这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概括 他虽在泥土里生活 却在云端上碍诗 雷海维 他才是岁月中最洒脱的诗人 来 我们掌声欢迎雷海维 好 我们掌声欢迎雷海维 好 但是现在我是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的教研老师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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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在看您的那个介绍短片的时候 都特别的感动 就是很喜欢一句话 是在泥土上生活 但是却在云端爱失 其实这是人的精神追求 可以把自己带到的一个高度 您是参加完这个诗词大会之后 就改行去教育机构了是不是 是的 因为那个同时自己喜欢的工作 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但是之前我没有计划上大学 这也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之一 但是我现在通过自己的努力 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鸡沧海 听他说话引进去点觉得特别自然 那个诗是流淌在他血液里面的 那雷老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古诗有兴趣的 我最初喜欢诗词 可以最初到我读小学 一年级那个是六岁 然后是我父亲的影响 因为他也喜欢古诗词 他会把一些古诗词 抄在纸片上 贴在家里的厨房的墙壁上 教我读 教我背 而如不然从小也就培养出了 对诗词的一个兴趣 后来到杭州送外卖 送快递之后 我就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 去诗背诗 所以您在那等餐的时候 有个红灯 如果这个时候您的心情 就是希望赶快变成绿灯 赶快把餐送到这个消费者的手中 这个时候用诗来形容 那个心情叫什么 观善堕若飞者 你在这个不停地休息等待的时间 其实那是很碎片化的时间 对不对 是的 可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可以把诗背下来 也就是说你最短可能两三分钟 你就可以记住一首诗 你这个记忆力是怎么 是天生就有的 还是后期锻炼来的 我小时可能大人们都说 我的记忆力天生比较好 但是我觉得后天的锻炼 是更重要 怎么锻炼 我很想听听看 学生时代 我会去刻意去背诵那些 读起来非常顺口拗口的那些 外国首度的名称 后来的话到上海之后 喜欢去看书 然后就去书店里面读诗 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不高 我不舍不得去买书 然后我就在书店里面当场 把那些诗背下来 怀到住的地方 再把它默写出来 如果可能有失调一天 拜得非常多 就是可能会记不住 两个字三个字了 下次去书店再核对一遍 再核对一遍 对 就是这样子 长词以往的锻炼以后 记忆力就锻炼出来了 你把您的脑袋 把您的记忆力 当作是一个移动U盘 然后在书店里面记忆 记忆存储到自己的脑海当中 回到家 再去把它抄下来 真的很棒 谢谢老师 给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记忆 上了一课 对 上了一课 值得我们学习 今天雷老师会是我们等一下 这个大笔拼的一个 我们的顾问 但是在这之前呢 我们用大笔拼的方式 来稍微为难一下他 我们等一下会给您出一些诗词 然后我们呢 用表演的方式 来表演这个诗词 看这老师能不能猜出来 好不好 这会是一个很好玩的环节 你不要有压力好不好 因为要是你猜不出来 你就说你们演得不好 好不好 可以一首诗 好 这是一首七言诗的两句 两个黄霓民粹 家人steer的塳墙白录 對 我说你们一项白录赛gesch 真的我在什么 我要是木 pesos 我想问一下黄铃为什么是 酱咪鸡剔 鼻叫 我也 Worth 你还要考虑一下 到底黄黎有效 而且是我的问题吗 这是黄色还是绿色 黄 黄 黄 绿色 这不是金默绿吗 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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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默 黄绿 更偏黄 然后我再提醒一下 待会儿大家不能用这种方式 这不就是两个了吗 是不是 应该怎么说 就比如说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那不是 是两个吗 反正不能出现这里面的字 好 好 好 对吧 好 夏娅休息 下面当当的 下一题 也是一首戚言诗其中的两句 有一点点难 好 然后呢 非常抽象 第二句 怎么打风约寒 好 我心愿大 你看他在挖什么 挖什么 然后 弄完之后就会 落红不死无情物 化作婚离跟我 这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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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这是表示 这个就厉害 好棒啊 这个 这都可以 来 下一题 开始 七言的 一个状态吧 我觉得是一个状态 得意的表情 得意对 得意的表情 然后呢 下第二句 人生得意 虚静欢莫是金中空的乐 好厉害 好棒 好 易云鹤 来 下一题 好 这个好美啊 三个短句 六四四的结构 三个短句 六四四的结构 三个短句 六四四的结构 好难言 好难言 平生 不会相思 才会相思 变嗨相思 变嗨相思 哇 这个 这都能猜 这个 太难了 老师 你从哪个动作看出是相思 因为我刚才说那个六四四 你估计马上就在脑海当中 排出很多吉他的 但这个真的很准确 是从他这样是不是 一直这样 对吧 这个相思肯定是跟老代有关系的 对 好 下面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王小丽老师 来 看来我能看出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就是你不能整得太像 你给一点都能猜出来 是吧 那你现在就给半点 对 这个可能有难度了 好 下一题 来 哦 哈哈 七言诗的两句 哈哈 这个大猩猩 两岸原声提不住 轻咒一个万重山 哇 太厉害了 小丽老师 也有点太像 你这还半点 哈哈 还半点 我这不是半点 我这全给 你全给 对 对 你这已经超肯 太满了 好 下面到我们 曹阳老师了 来 两句六个字的词 第一句 这是第一个词 然后第二个词是 然后第三个词 第三个词是嘎嘎嘎 嘎嘎嘎 然后第二句的第一个词 第二句的第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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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起啊 我那没听过 你刚才那个太像鸭子了 嘎嘎嘎 对 然后 铺腾老师 婚鸭小乔 留守人家 漂亮 厉害厉害 雷老师主要是 这是曲 这是曲是吗 对 这原曲 哦 原曲 好怪不得 我们对这个界定 我以为这是词 我们对这个界定就错了 好 下面到我们小悦悦 来 请出题 这一题 我们如果这一题过了的话 我们这是要给我们雷老师热烈的掌声 好不好 他真的是秒对 那这一题可能 会不会是最难的一题 来 请看 给谁就有 哦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句 看小悦悦怎么演 这个算词了 对 几句词 两句 两句 第一句是七个字 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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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形容一下刚才你一开始是什么意思 你写纸上要不然 他像开导一个人的感觉 第二句是九个字 第二 对 问你能有几多头 恰似一张寸和小悦悦 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就是第二句九个字是吗 对 他从七个字到九个字 然后刚才我又说很熟悉 他从这些线索 再加上你其实刚才有一个这样的动作 对 一江春水嘛 你西路一下 南左西右东 向东流 你再说一下 刚开始的那个什么 那是什么意思 就问君能有几多头 别瞅 对 别瞅 有什么愁的 下次一江春水 春水向东流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来我们掌声给任老师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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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